成立满10周年的绿色化学协会 今年4月在意大利举办绿色化学研讨会计展览会 当时冯甲大学工学院的院长吴时已受邀出席 并且和协会的会长签署合作被忘录 这天协会会长Sofia来台 在冯甲大学成立全球第一个亚太分会 期待未来能和欧盟各国技术合作 将绿能推广到其他的亚太地区 2,3 拉下不调意大利的绿色化学协会主席 这天来到冯甲大学接牌 未来这里将成为全球第一个亚太分会 一起将欧盟各国的绿能经验和技术 推广到其他的亚太地区 意大利在欧洲在这方面因为他们比较窄 所以他现在刚好冯甲大学在性智能这一块 表现得也很好 甚至材料生命也很好 希望藉由我们这个平台来亚太地区 也是推广绿色化学这个平台 我想对台湾也好 对全世界也好 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冯甲大学表示学校的绿色能源发展中心是台湾生殖氢能技术研究中心 也是亚洲生物氢能联盟 过去推广绿能成效备受国际瞩目 而今年4月绿色化学协会在意大利举办成立10周年的绿色化学研讨计博览会 当时冯甲大学工学院就承受要参与并且和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这才促成这天成立分会的新契机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这个绿色化学院虽然从意大利成立 实际上它是分布整个欧洲全部 那这一次很荣幸能跟台湾的这个大学 冯甲大学这边合作 然后把这个平台做得更广 它最主要的期许就是说 冯甲大学这边有很好的生殖能技术 那现在目前在欧洲来讲的话 可以把这个技术将农业废弃物转化成生殖能源 比方说生殖氢气、生殖甲烷 这是HAMITAC 这是我们公开这边的主要技术 走进欧洲核心区 同时也是联合国农粮组织的意大利 象征校方常年推动的农木业废弃物能源转换 产学合作计划已经受到肯定 双方未来会紧密合作 让台湾绿能科技能够站上国际舞台 记者李江台中猜不到